以,虽是部分,它是真的,不是假的。 佛法常用晚上的月亮来做比喻, 初三,初四就有月牙,月亮就放光, 一直到十四,光明愈来愈大,都叫分阵, 到十五满月,就叫做就近阵,如来果位上圆满。 十四的菩萨像等觉,十三的菩萨像时的, 用这方法来做比喻。 初驻菩萨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 大概就像初二,初三的月牙, 虽然它才是一点点,光真正是月光, 不是假的,是真的。 根如来究竟觉所正的是无二无别, 一个正的少,一个正的圆满, 所以叫分正,叫就近。 那是真的,真佛不是假佛。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分正佛, 佛是真佛不是假佛。 比分正低一个阶级, 叫相似即佛,相似不是真的。 古人也很难得,方法也很巧妙, 所谓捏目所见的第二月,怎么叫捏目? 我们好眼睛看月亮,月亮是一个, 咱们拿一个指头把眼睛用力按下去, 看月亮就看两个, 两个当中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相似的, 也不能算它是假的, 叫相似的, 跟真的非常相似, 就拿这个来比喻相似位, 相似所正的。 比相似更差的是观形, 观形是刚刚修, 观形位用什么来比喻? 水里的月亮, 月影子, 哪个地方有水, 就现一个月亮, 月影子叫做观形位。 这种比喻都蛮好, 让我们对它这个浅身次第有个大概的明了。 观形是真用功, 还没证过。 相似是什么? 阿罗汉, 辟知佛, 全教菩萨在相似位, 见思烦恼断了, 无明没破, 法身未险, 那叫相似位。 破一品无明, 正一分法身, 那是分正位。 由此可知, 都是解形程度上差别所说的。 经云, 信心清静, 则生实相。 由是可知, 信, 解, 行, 正, 实际位一世。 这个道理事实我们一定要清楚, 必须要透彻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修金刚般若才没有障碍。 信, 解, 行, 正, 却确实实是一桩事情, 就跟我刚才讲菩萨的三会是一桩事情。 信心要清静, 什么叫清静? 没有疑惑, 有一丝毫疑惑就不清静, 决定没有疑惑。 对佛没有疑惑, 是我们的好老师, 决定不欺骗我们。 佛是过来人, 句句话都是真语, 实语, 如语, 决定没有疑惑。 对佛的教诫, 我们理解, 像, 应摩所著, 而生其心, 意思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理解。 理解, 心理就变了, 心理平常忧虑烦恼牵挂, 统统没有, 马上就丢掉。 一明了佛的话, 马上就丢掉, 那就是行。 一丢掉之后, 身心清静好自在, 那就是正。 可见得性解形正是一刹那当中完成的, 哪有次第可言。 如果你真的明白, 你进讲堂是凡夫, 出去你就是菩萨, 不是凡夫。 进讲堂的时候, 你心有助, 出讲堂你无助身心, 你不就变成法身大事。 由此可知, 做菩萨, 做佛不难, 法身大事就是分正佛。 此之未平等。 即此四字, 便可恶由平等见差别, 由差别见平等之理。 佛法里常讲的差别平等, 这个道理, 你把三会, 三学, 性解形正四科, 你要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什么叫差别, 什么叫平等, 你就懂得。 差别跟平等是一桩事情, 换句话说, 你有妄想执着就差别, 离妄想执着就平等, 真相如是。 十一, 十相显现时, 唯一清净, 并信心二字, 亦无痕迹, 则是真究竟平等, 如如不动矣。 十二, 若明佛里, 随念一法, 皆能穷其究竟, 归于平等。 是知佛法, 无浅非生, 生亦可浅, 直无浅身次第可说。 故不可取这其乡, 而曰则非也。 然为皆引众生, 其导进步, 又不能不假设一浅身次第, 以及种种庄严之事。 故不可断灭其乡, 而曰是明也。 若明佛里, 随念一法, 皆能穷其究竟, 归于平等。 是知佛法, 无浅非生, 生亦可浅。 直无浅身次第可说。 这是跟诸位讲真实话, 佛法里的确没有浅身次第。 你以为有浅有身, 那还是你分别执着, 有分别执着就有浅有身, 离分别执着就万法平等, 没有浅身次第。 不但次第没有, 浅身都没有。 为什么? 统统归一, 归到心性, 全是自性流露出来的, 怎么不平等? 法法皆平等, 使法界一正庄严全都是平等, 都是自性变现的, 都是自性流露的, 这是你真的明白佛所讲的这些道理。 一切法里随念义法, 这是华言经上讲的, 一级是多, 多级是疑, 一级一切, 一切集一, 就是这个意思。 皆能穷其究竟, 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心性, 任何义法, 你要是仔细去观察, 去研求, 到最后都归到自性。 自性就是平等, 所以说归于平等。 无量寿经, 在经题上教给我们修学的总纲领, 无量寿经, 这个经题非常圆满。 佛说, 一般经上的佛说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佛经, 这三部经经题上都有佛说, 那个佛不是指释迦牟尼佛, 是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为众生都说, 无量寿经, 都说, 阿弥陀经, 都说, 观无量寿佛经, 所以这三经是一切诸佛都说的, 其他的经一切诸佛不见得都说, 因为佛法要观机, 根机不对, 佛决定不说的, 这三部经一定要说, 因为他是三根仆辈, 力顿全收, 所以跟其他经上的佛说, 意思不一样, 大臣, 大是指心量之大, 广大无边, 普度法界一切众生, 无量寿庄严, 是我们所求的, 所求的是信德圆满的现前, 那是无量, 用一个受作代表, 无量寿命, 无量智慧, 无量光明, 无量得能, 一切都是无量的, 庄严是表现在是相上的美好, 美轮美奂, 没有一丝毫的缺陷, 这是庄严, 是所求的, 用什么方法求, 清净心, 平等心, 决心, 决而不迷, 用这三个方法求, 所以, 清净平等觉, 是经题指示我们修行的总纲领, 你修清净平等觉, 你救的大臣无量寿庄严, 你的这个果, 经题上是有因有果, 有理有事, 有信有乡, 经题是真的圆满, 究竟圆满, 随念义法, 皆能穷其究竟, 都归到法性, 都归到究竟平等, 佛家说万法平等, 道理就在此地, 不但性平等, 相还是平等, 作用也平等, 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 一般人顶多可以承认性平等, 相不平等, 我这个相跟佛相长的 不一样, 怎么会平等, 我们作用也不平等, 其实这种不平等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 妄想执着理生出来的, 妄想执着是假的, 不是真的, 离妄想执着就平等, 这妄想执着一离, 相就变, 变跟佛相一样, 世俗间算命看相的常说, 相随心转, 佛的相怎么变现出来的, 佛心清净, 佛的相是清净心变现出来的, 我们把妄想执着丢掉, 放下了, 心清净, 献出那个像就跟佛一模一样, 可见的是平等的, 从真的方面讲是平等的, 从假上面讲是不平等的,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由此可知, 佛法无浅非生, 生亦可浅, 直无浅身次第可说, 发心学红经的人, 这一句话一定要记住, 所以佛法可以深讲, 可以浅讲, 可以长讲, 可以短讲, 没有不自在, 但是你一定要如教修行才行, 你要不如教修行, 就是经上讲的寿池读诵, 你就很难为人演说的时候来的这么圆容自在, 一定自己要身体力行, 要在行池当中证实佛所讲的理论, 境界, 然后你说出来自自然然左右逢源, 头头是道, 故不可取这其香, 而曰则非也, 经文上, 则非, 这两个字的意思, 就是交给我们不可以取香, 不可以这香, 取这, 取就是分别, 这就是执着, 在一切现香当中不可以分别, 不可以执着, 不但是法里面我们不要去分别执着, 佛法里面也不要分别执着, 你才能看到真正的东西, 一落在分别执着里面, 你就看不到, 真的东西看不到, 你所看的是假的, 佛教给我们是实话, 我们要相信, 然为接引众生, 祈祷进步, 又不能不假设一浅身次第, 以及种种庄严之事, 故不可断灭其香, 而约是明也, 你自己不错, 修行着实有的功夫, 到达信心清静, 平等性现前, 法相为实里面说的好, 修行要在, 转时臣制, 这是法相宗讲的, 修行最重要的原则刚领就是转时臣制, 转八时臣四制, 转时臣制必须要知道, 有的是因上转, 有的是果上转, 果上转, 我们就不需要理会, 正果自然转, 要紧的是因上转, 因上转的哪两种, 六、七是因上转, 五、八果上转, 前五十根阿赖耶是果上转, 由此可知, 修行, 法相宗修行人, 他着力的地方就是要转第七十根转第六十, 转第六十位妙观察制, 转第七十位平等性制, 第六十是分别, 第七十是执着, 第七十是四大烦恼常相随, 执着, 坚固的执着, 转第七十位平等性制, 一切不分别, 心就平等, 一切不分别, 观察就妙了, 看到什么, 万法一如, 法法平等, 妙观察, 六、七二十就是妄想执着, 六十是妄想, 七十是执着, 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无助, 无助就是离妄想执着, 众身境界没转过来的时候, 是凡夫, 是二圣, 是全教菩萨, 对于这些人又必须要行大慈大悲, 以善巧方便去诱导他, 假设一个浅身次第, 这个浅身次第是什么, 五圣佛法, 三圣佛法, 这是浅身次第, 小城里面, 四果四象, 大城里面五十一个阶级, 性, 柱, 行, 像, 这都是世尊假设的浅身次第, 在果阵里面有种种庄严, 种种庄严是什么, 随心所变, 你心里不相同, 外面境界就生变化, 一阵都变化, 阵暴视自己身体, 身体起变化, 相貌会变, 人心一天比一天清静, 一天比一天慈悲, 他那个相慢慢变, 就变成像菩萨一样, 别人一看生欢喜心, 如果每天极度甜恨, 他相也在变, 慢慢就变成阿修罗, 罗沙, 人家看到恐怖, 看到就害怕, 相随心转, 这个震暴身在变, 环境也在变, 环境是一暴, 一暴随着震暴转, 这一个地方人心地都善良, 都忠厚老成, 这地方没有天灾人祸, 居住的环境一暴好, 新加坡这个地方许多外国人都赞叹, 为什么赞叹这地方, 这地方的老百姓老实, 守法, 这是其他地区比不少, 新加坡虽然小, 可以说是世界上模范城市, 这是真的, 多少国家到此的来, 想学新加坡, 这正确的, 人人能守法, 这个社会安定, 社会安定才能够繁荣, 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 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佛法为我们讲的, 比这更深入, 佛法让每一个众生, 自动自发, 改过千善, 断或正真, 这又是世间法所不能比的, 由此可知, 佛法里面讲许许多多浅身次第, 是假设的, 经上常常有, 是明, 是明是显示这个意思, 十三, 无有定法四字, 通贯一切, 会得此意, 头头是道, 见得少许, 活泼泼地, 余生意去, 自能领会, 无有定法, 这四个字意去很深, 很广, 要紧的我们能够体会得, 贯通一切, 不仅是佛法, 佛无有定法可说, 也贯通一切是间法, 是间一切法也是无有定法, 你要问为什么无有定法, 这个原因就是一切众生的念头, 哪一个众生有一定的念头, 起心动念千遍万化, 一切法从心想生, 心想不定, 生的法哪有一定, 世间众生心想不定, 佛说法也就无定, 佛所说的一切法, 无非是众生有感, 佛就有说, 众生什么感, 起心动念就是感, 众生要没有感, 佛就无法可说, 就是因为众生动念, 动的念又无有一定, 所以无有定法, 这是事实真相, 所以这四个字, 贯通是出世间一切法, 我们明白这个毅力, 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你就会头头是道, 贱的少许, 这地方是你能够契入一点点, 贱的跟我们平常讲契入是一个意思, 一般讲正的也是这个意思, 你能正的一点点, 或者我们再说的清楚一点, 你能够享受到一点点, 这个见的也是享受到, 佛所讲的这些理论与方法, 境界, 你真正得到一点, 真正享受到一点, 你所表现的一定是活泼泼的, 你在生活当中法喜充满, 快乐自在, 一定会表现出来, 与佛所讲的甚深意去自然能够领会, 所以佛法最重要的还是要实行, 要去做, 要一门深入。 有许多同修真正发了好心, 在这部经上听到佛一而在, 再而三, 三而四, 不断地在劝我们要受持, 读诵, 为人演说, 便数听多了, 自然就受到感动, 发心想为人说经。 怎么个说法? 讲经好难, 怎么个说法? 其实诸位不了解, 古时候寺院丛林培养讲经的人才, 用什么方法? 傅小作, 今天师傅在这里讲这一座经, 讲这两个小时, 到明天早晨, 你也上台把这两个小时讲出来, 有这能力, 老和尚一定把它提拔出来, 专门学教, 这是奖经的材料。 如果没有这能力, 就当护法, 为常驻工作, 为常驻工作教内护, 信徒室外护, 为常驻服务, 担任常驻的执事。 有这能力, 培养出来做奖经的人才。 自古以来, 我们在佛教寺里没有看到哪一个法师伴佛学院, 伴培训班, 没有。 诸位去查查, 没有这个事情, 统统是小作里培养出来的。 所以你如果要学, 不难。 你们在此的听的, 明天你就给人家去讲去, 找到你的亲戚朋友, 哪一个人要跟你讲话, 你就请他坐下来, 你给他讲, 金刚经, 就行了。 能讲多少就讲多少, 这经上讲四句记, 讲一句也行, 讲两句也行, 讲四句也行, 活泼泼的, 一点都不呆板。 你真肯发这心, 真肯天天讲, 你能讲上三年, 你有这个恒心, 有这个毅力, 三年以后, 不知不觉你就成了法师。 法师, 在家出家都可以当法师, 都可以讲经。 你要真干才行, 要很热心去干, 很努力的去干, 这就学成功。 那有什么方法技巧? 没有。 自古以来, 就这么成就的。 方法技巧, 那不过是经验的累积而已, 哪来的方法技巧? 学的时间多, 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多, 在这里面产生经验, 吃多少苦头, 受多少教训, 的一点经验而已。 顶重要的, 就是热心去赴讲, 把我们所听到的转告别人, 把我们自己修持所得的好处利益转告别人, 这是弘法立身, 就是续佛会命。 所以要记住, 无有定法, 这是, 金刚经, 上, 也是一具最高的指导原则。 十四, 因为无有定法, 所以不可执有, 不可执无。 必须离相反照, 树鸡正入也。 因为无有定法, 所以不可执有, 不可执无, 有魔都不能执着。 必须离相反照, 树鸡正入也, 这条理念很要紧, 交给我们怎样去正入。 你要想正入这个境界, 首先要无助, 不着有, 不住法相, 不可执无, 不住非法相。 法相跟非法相都不执着, 心就清净, 清净心就能反照。 怎么个反法? 这个字的意思很深, 读, 冷眼睛, 看到观世音菩萨反文文自信, 怎么个反文。 反照就是反事, 我们眼睛看怎么能回头看自己。 这地方难, 就是这个反字。 反的意思是不看他的相, 要看他的性, 是从相上反归到自信, 那就成功了, 是这么个意思。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菩萨为什么绝而不迷? 就是他懂得反照, 懂得反文。 反文跟反照是一个意思, 冷眼睛, 观世音菩萨尔根源通章, 用文字做代表, 在研究是反事。 所以你要晓得这个反字怎么个反法, 你才会用得上功夫。 如果你要是不懂这个字的意思, 你怎么反? 你天天想这个字, 看, 回头看自己, 想久了的神经病, 麻烦可大。 反都反不过来, 怎么反文? 我们听到外面阴声, 怎么能够叫他回过头来文自己? 你要这样想法, 叫一文解义, 三世佛都喊冤枉。 你就搞错了。 这个反, 告诉诸位, 从乡上去见性, 反过来要见他的自性。 性是什么? 性是了不可得。 其实这些方法我在前面给诸位透露过, 如果你要是很留意听的话, 你在这上一听就明了, 你就能会入一死。 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佛告诉我们十法界一阵庄严, 真相是什么? 是一刹那九百身灭的相续相。 冷言经, 上讲, 当处出身, 当处灭尽。 十法界一阵庄严现象之身, 是,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所以这些相,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佛叫你无助, 因为这相相续不断, 所以佛叫你身心。 身心跟无助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 证明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见色纹身你去观察, 刹那九百身灭的相续相, 这是反文, 这是反照, 你的心马上就平等, 绝对不会执着。 为什么? 不可得。 不但外面境界相不可得, 我能见能想的这个心也不可得, 内外统统不可得, 这就正入, 这就入十相。 前面讲的, 信心清净, 则生十相, 十相就现前。 这是诸佛菩萨, 法身大事他们修行的方法。 我们凡夫很可怜, 见到相随着相转, 听到身随着身转, 这好听, 不好听, 烦恼都起来。 诸佛菩萨听, 听而无听, 视而无视。 什么原因? 统统归到自信, 反文文自信, 统统归到自信, 自信离不可得, 万法平等, 当体极空, 他归到这地方, 他心多干净, 他多自在, 得大自在。 今天时间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第三十二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三月二。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三, 经本七十七页。 十五, 相及性体质用, 有体必有用。 性相亦如, 相赫可灭。 则之欲见本性, 必应黎明绝相, 迫其我见。 我见不除, 便身分别心, 而其念及者相矣。 这几句说的是很简单, 可是它的毅力有相当的深度, 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 然后修行才有着力之处, 一般讲, 功夫才用的上力。 性根像是一桩事情, 是一体的。 性是体, 像是作用, 有体一定有用。 古人说到这个地方, 唯恐听众不能体会, 就用比喻来说。 譬如, 已经做器, 器器皆经, 显手大师的, 经师子章, 就是这样的比喻。 用精比喻做性, 用器比喻做香, 香可以变化的。 譬如我们讲十法界, 佛像, 菩萨像, 圆觉像, 生文像, 天像, 人香或者是畜生香, 这香很多, 香用什么造的? 都是用黄金造的, 黄金是一样的, 黄金式体。 用黄金做一个佛像, 我不喜欢佛, 喜欢观音菩萨, 我把佛像融掉, 再注一尊观音菩萨的像, 还是这个黄金。 精没有变, 香变。 香就是体的启用。 用会变, 体不会变, 以精做器, 气器皆经。 我们用黄金做的器, 和指千万种花样, 花样很多, 可是它的体质有一个。 明白的人知道, 金就是气, 气就是金, 没有两样。 无论用黄金做成什么样的器皿, 气都是金, 无耳无别。 因此它的作用不会消灭的, 也就是说香不会灭的。 我不要佛像, 造一个菩萨像, 不要菩萨像, 我什么都不要, 黄金一团, 它一团的香, 一块有一块的香, 它总有个香。 香没有了, 香没有精也没有了。 只要有精, 它一定有香,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我们把黄金比作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会现香, 现得什么香? 使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 我们知道金跟气, 是随着我们一死在变化, 我们想要什么, 就把它筑成什么像。 使法界这些一报, 正报的现象怎么来的? 谁去主宰它的? 是随着众生妄念在变化, 妄想, 执着在变化。 有妄想就现出使法界, 有执着就变现出六道轮回。 由此可知, 使法界,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妄想执着当中变现出来的。 如果离一切妄想执着, 我们真性所现出来的像是什么?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在, 华言经, 上称之为不思义境界。 这, 不思义用得太好。 四十华言, 的题目比较详细, 大放广佛华言经入不思义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 经题这么长。 入是正入, 华言, 四分, 这是末后一分, 性, 解, 行, 正, 入法界平, 是正, 入就是正入。 八十经, 里面省略了。 入法界, 什么法界? 四十经, 上讲的详细, 入不思义解脱境界, 不思义解脱境界就叫一真法界。 如果有思有义就不能入, 有思有义就掉到实法界。 实法界是我们本经理所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实法界也是虚妄。 可见得一定要离开思义, 思就是妄想, 义就是执着。 离一切妄想执着, 一真法界就现前, 这才是恢复性得, 我们的真心本性完全显露。 要晓得相不能灭, 它会转变, 就是因为相会转变, 佛才叫我们身心, 虽然现相, 相决定是了不可得,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所以佛叫我们一定要无助。 由此可知,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与法性的现相完全相应, 这样才叫做随顺法性, 称性起修, 宗门里面称之为明心见性, 就是这样的境界。 相不能灭, 因此教我们身心, 身什么心? 身一个无条件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 无有任何条件。 这是世尊在经上教给我们的, 应摩索住, 而行不失。 摩索住而行不失, 不失就是为众生服务, 无助不失就是无条件的为众生服务, 就与信相的事实相应。 这里面一理甚深, 而且极其维系。 如果有助身心, 助相身心, 你就造六道轮回, 就造也。 无助要是不生心, 你就这空, 这空若不能出三界, 四禅有无想天, 到那个地方去受身了。 功夫更高一点的就到四空天, 这就是无助不生心, 落得这么一个果报。 身心要有助, 就落在色界, 欲界里面去轮回。 所以佛教给我们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超越六道轮回, 这把方法都交给我们。 因此, 必应黎明绝相, 必是必须, 应该, 不这样做不行。 黎明不是不要名字, 不要名字, 我们跟别人沟通往来就没有方法。 明相是与一切众生沟通的方便, 一种方法, 没有这个方法不能沟通, 所以明相要。 佛经里面多少专门的名词术语, 怎么能不要? 什么叫黎明? 心里面不能执着, 心里面执着它就错了, 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与一切众生沟通的工具而已, 这种工具是假设的, 并不是真的。 我们知道这个性质, 心里头对于明子相就不执着。 不但明子相不执着, 言说相也不执着, 言语还是跟众生沟通的工具, 也是因缘所生。 所以不应当执着, 我们要用它, 不要执着它, 那就对了, 离就是不执着。 绝相, 像是讲形象, 我们一个人, 人有人的形象, 畜生有畜生的形象, 在我们环境里面, 我们住的房子, 房屋有房屋的形象, 桌椅板凳各有它的形象, 可见得形象也是性体的启用, 都是性体的启用。 无论是动物的相, 植物的相, 矿物的相, 全是性体的作用, 相也是随着分别执着在那里变化的。 这些相我们可以用它, 但是不能执着它。 绝, 绝就是断绝心中对于一切形象的执着。 离名字, 离言说, 离一切形象。 迫起我见, 我见是对于自身的执着, 这是我见, 对于所有一切形象的执着也是我见。 这个地方的我是广义的, 凡是一个形体, 你执着它真的存在, 这就叫我见。 佛在经上说得好,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事告诉你相虽然有, 它的性质就像梦幻泡影一样, 不是真的存在, 是假有, 是幻有, 是暂时的存在。 说暂时都不很妥当, 要跟你说真话, 它根本就不存在, 这是讲真话, 讲真话我们不懂, 没法子体会。 说暂有, 暂时有我们还能够勉强同意, 它暂时有, 其实根本就没有,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那才是它的真相。 真正明了真相才不执着, 心里面妄想执着真的放下, 没有了。 然后就能够随缘, 像佛与大菩萨,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可见得这两句,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这两愿不容易做到, 你没有彻底透彻的了解, 你怎么会做得到。 恒顺众生要真正看破才能够做到, 随喜功德要真的放下才能随喜, 成就自立利他, 无量功德, 这样才能够破除我见。 我见破除, 金刚经, 上讲的四相都破了, 四相, 四剑都破了, 那才是真正的菩萨。 菩萨就是觉悟的人, 真正的菩萨就是真正觉悟之人。 如果还有丝毫我见未除, 那他还有分别。 有分别, 换句话说, 他还是会起心动念, 只要起心动念就这相。 这什么相? 我们用, 金刚经, 上的画, 四相具足,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四相就具足, 四相具足不是菩萨。 佛在经上讲得很好,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这是为我们说明为什么要离乡, 怎么各离法。 这里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透彻。 十六, 我见世无始并根, 必应依佛所说法, 反观内照, 习攀缘妄想。 尊医仪鬼, 持戒, 忏悔, 不失等, 求消业障, 开发本质, 令信心增长, 解形成就。 这一小段, 对我们修行来说非常重要。 要想真正发心修行, 这几句话要记住。 佛在戴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又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可见得我们本来跟十方如来无耳无别。 为什么今天会落到这种地步? 佛也是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倒破,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 这世事尊在华言出现品里说的, 跟这个经上讲的, 说的与句不同, 意思没有两样。 本经讲的四项, 四见, 我见是无始并根, 我见就是妄想想, 执着。 修行修什么? 除我见而已。 他为什么不说我相? 我相跟我见是一个意思, 相讲的比较粗, 见讲的比较维系, 我相是从我见里面生的。 我见除了, 四相都没有了, 他不但是六道轮回的病根, 也是十法界的病根, 除掉之后, 一针法界就现前。 怎么除法? 必须依佛所说法。 必是必须, 必定, 这个字非常肯定, 亦丝毫犹豫疑惑都没有, 一定要这样做, 不这样做不行。 反观内照, 跟前面所讲的必须离乡反照, 反照, 怎么个反法? 上次已经跟大家报告出来, 要从相里面观其性, 从事里面观其理, 这叫做反照, 就是观世因菩萨用功的方法, 反文文字性, 性成无上道。 第一句是讲方法, 第二句是讲效果, 成就无上菩提。 功夫都在反文文字性, 就是教你从相上见性, 也就是从有上见空, 从现相上观察他的体性, 这叫反文, 这叫反照。 一定要懂, 如果不懂, 你就会逐相迁流, 那就错了, 你的心就被外头境界所转。 冷言, 上所说的,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可见得诸佛菩萨他不会随外头境界转, 他为什么不转? 境界一线前, 他就关到性里面去, 关到理里面去, 关到空里面去, 他不随外面境界转。 这个跟诸佛菩萨就相同。 要懂得反观内照, 内就是指的自信。 习攀缘妄想, 攀缘是执着, 妄想是分别, 分别, 执着真的很不容易断, 我们无始劫以来, 分别执着从来没断过。 怎么知道没断过? 因为你一断, 你就超越三界, 你今天还在六道里轮回, 可见得你没断, 一断就超越。 念佛人往生, 在灵命中时那一刹那之间, 不要多, 一念的时间他断了, 佛就把他接引去, 佛真慈悲。 念佛人灵中佛为什么不来接引? 不是佛不来接引, 是他的妄念还是不断, 这就没有办法, 佛对他无可奈何。 古德常讲,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那一念相应就是妄想, 分别断了, 跟佛相应, 他就行了, 一念就行。 净土四十八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 理念, 灵命中时,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一念十念, 必须要习攀缘妄想, 攀缘妄想不断, 没有办法。 这的确是我们这一生关键的大问题, 我们还是要搞六道轮回。 还是要想出离三界。 要出离三界, 习攀缘妄想就非常重要。 实在讲我们这一生当中, 没有任何一桩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 要真在这上下功夫, 要真正看破放下, 那才行。 丝毫放不下, 我们这一生必然是功亏一窥, 不能成就, 依旧要搞六道轮回, 那才叫真可惜。 我们也知道, 确实有不少同修真正想修行, 真正想了生死, 出三界, 可是就是放不下, 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放不下? 无始劫来的烦恼, 习气。 他对于事实真相并没有搞清楚, 他怎么能放下? 事实真相搞清楚又谈何容易。 纵然有这一等的聪明智慧, 还得要有善缘, 没有善缘来帮助你, 依旧有困难。 遇到善缘, 要真正肯做。 尊医仪鬼, 一定要遵守, 要依靠, 仪鬼就是修行的方法。 在修行方法里面, 最简单的, 最普遍的,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朝目二课, 就是早晚客颂, 一定要很认真的去做。 朝目二课不是佛给我们规定的, 佛当年只为大家讲经说法, 至于怎么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 佛不管你的, 修行是自己的事情。 在古代, 都是个人自己修行, 没有在一起共修的, 在一起共修, 那是以后。 当年佛陀在世, 大家在一块只是听经, 听经, 研究讨论大家在一块, 修行, 个人用个人的功夫。 人人都知道精进, 所以功夫都得力, 每一个人都抓到纲领, 都抓到原则, 各个人用功都得力。 佛灭度之后, 佛法传下来, 时间越久它慢慢就变质, 就不纯。 佛法传到中国, 我们中国祖师提倡共修, 共修就要定客颂, 要定客颂本。 正式提倡是马祖, 百丈这两位大师, 马祖建丛林, 百丈立清规。 丛林制度是我们中国佛教的特色, 印度没有。 丛林是什么? 是把佛法制度化, 这个好。 等于说是丛林就是佛教大学, 有了制度, 中下根性的人都能成就。 过去方东美先生曾经说过, 我听他说过很多遍, 他说佛教要能够真正在复兴, 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 清规是修学方法的中国话, 用我们现代话来讲, 就是本土话跟现代话, 遵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原理原则, 但是在修行方法上面, 一定要适合中国人, 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 适合我们文化背景, 我们学起来才容易, 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 马祖, 百丈两位长者, 距离我们今天有1300多年, 这1300多年当中, 就没有出现第二个百丈, 马祖。 特别是近代, 二次大战之后到今天50年, 这50年因为科技的发达, 交通便捷, 资讯的发达, 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体。 今天世界哪个地方点点滴滴的事情, 我们在电视传播上立刻就知道。 交通的发达, 地球变小。 在过去, 从新加坡到中国, 坐船要坐十几天, 现在只要六个小时。 飞机还不断在改进, 将来的速度, 可能两个小时就到。 美国科学家告诉我们, 从美国飞到中国, 两个小时。 世界是越来越小, 人际关系是越来越密切。 我们的意识形态起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生活环境, 文化背景来了很大的冲突, 使我们措手不及, 不知道怎么应付, 今天这个社会的纷乱的现象是这么来的, 措手不及, 来得太突然。 因此, 古大德给我们订的早晚客送, 必须要修订, 如果不修订, 派步上用场。 我们明了以鬼精神之所在, 它是帮助我们达到戒定会的境界, 应戒申定, 应定开会。 早客的用意, 是教我们亲近佛菩萨, 听佛菩萨的教会, 今天一天生活, 工作, 处世待人接物, 不违背佛菩萨的教训, 早客的用意在此地。 晚客的用意, 是教我们认真反省检讨, 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处人之中, 有没有过失? 有没有尊者佛陀教训去做, 晚客用意在这个地方? 如果有, 立刻改过自新, 改过就是忏悔。 尊医佛菩萨教训就是持戒, 戒广义的意思是交戒。 以后, 持戒戒字旁边加一个言字, 是交戒之戒, 晚客用意在此地。 古时候定的客送本, 那是农业社会, 许多生长在农村里面的人民, 他的活动空间很小, 甚至于隔壁村庄一生都没有去过, 真叫老死不相往来, 活动空间小。 从前古得定的客送本有用处, 让我们心定下来, 现在那个客送本不适用。 现在是满脑袋的天下大事, 什么都知道, 乱七八糟的。 那个东西我们没办法, 不适用, 这客送本不能不重新修订。 我们进宗学会成立之后, 客送本我也很伤脑筋, 许多童修来找我。 我做了一个修订本。 我们早课念, 无量寿经, 四十八愿, 完全遵照, 无量寿经, 来修行。 早晨念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念的目的转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是轮回心, 轮回的念头, 把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的心愿, 我们用四十八愿天天来熏悉我们, 依照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去发这个愿, 要把阿弥陀佛的愿变成我自己的本愿, 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我们早课的目的达到了。 一四十八愿指导我们生活, 指导我们工作, 指导我们处世待人皆悟。 早课读经就取, 无量寿经, 的第六品。 晚课还是取, 无量寿经, 三十二到三十七品, 这一大段经文, 诸位念得很熟, 全部的内容, 可以用四个字概括, 持戒念佛。 我们凡夫愚痴, 自己在一天当中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知道简点, 不晓得反省, 光阴虚度, 空过了, 太可惜。 菩萨跟我们不一样, 菩萨天天在反省自己的过失, 改过, 他就进步。 改进, 改是改过, 进是进步。 人家的功夫天天往上提升, 我们的功夫不但没有提升, 宝都保不住, 天天往下堕落, 什么原因? 不知道改进。 我们读, 无量寿经, 这六品经文, 这六品经文时实在在说, 是如来彻底的悲心, 把我们凡夫的通病指出来, 几乎所说的, 是我们大家共同都有的毛病, 习气, 天天念警惕自己, 念这段经文, 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 有毛病要改。 其实明天又犯, 后天还要犯, 但是你知道比不知道好。 天天犯, 不知道。 我天天犯过还知道, 这就很有进步, 知道自己做错了。 做错了为什么还继续在做。 我们熏习的善根力量不够。 但是不要害怕, 假以时日, 每天读, 每天在熏习, 三年五载, 十年八年, 不知不觉地改过来, 换句话说, 功夫不能剑断, 剑断不行。 只要功夫不剑断, 十年, 二十年, 效果能看到的, 已经就很难得。 若是勇猛精进的人, 就认真去改, 我自己有哪些毛病, 首先就照经典里面去做。 古人改过自新比我们认真, 从哪个地方看见? 像明朝一般读书人, 用功过格的方法来改过。 你们念, 了凡四训, 原了凡用功过格来改造命运。 其实用这个方法的人很多很多, 不止了凡先生一个人, 是了凡先生把他自己的经过写出来, 我们才晓得, 别人没写出来。 效果比了凡先生好的人太多太多, 这个要知道。 出家人也用这个方法。 我们从连池大师的《自知录》里面看到的, 《自知录》是什么? 就是功过格。 连池大师编的, 未出家人编的, 可见得那个时候人家修行, 真的是很认真。 每天要剪点自己的毛病, 过失, 知道自己的毛病, 就觉悟了。 一般是人, 知道佛门里讲开悟, 执着这个名相, 以为开悟是高深莫测, 很玄很妙。 什么叫真正开悟? 我每天把自己的毛病找到就开悟了, 这真的开悟。 找出自己毛病, 再把这个毛病改过来, 要功夫, 这人真有功夫。 不要多, 一天能改一个毛病, 三年以后, 你就是菩萨, 真菩萨, 那不是假的。 你一天能改一个毛病, 改一个过错, 求生净土那是想去就去, 来去自由。 一天自己一个毛病都没有找出来, 这一天就空过, 这一天就白过, 毫无进步。 不是说我每天要读多少遍经, 念多少身佛号, 我都念, 那没有用处。 那是古人讲的, 你喊破喉咙也枉然。 要紧的, 读经是从经里面发现自己的过失, 经也有镜子的意思。 照照镜子, 早晚起来照照镜子, 洗洗脸, 哪里脏了洗干净, 读经也是照镜子,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肮脏? 有没有污染? 能够读经把自己心性里面的污染找出来, 再把它洗刷干净, 你的经就没有白读。 这是真正的持戒忏悔。 不失的意思, 就是放下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 这是不失。 不失这两个字, 包括圆满的菩萨行。 在大乘经上, 佛讲菩萨行, 所谓六度万行, 六度是刚领, 刚领一展开, 无量无边的细形, 这无量无边的细形, 归纳不外乎这六大类, 六度。 六大类还可以归纳, 归纳到最后就是一个不失。 不失里面分为三大类, 财不失, 法不失, 无谓不失。 财师里面有内财, 有外财, 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的劳力为一切众生服务, 内财, 外财都包括。 持戒, 忍辱是属于无谓不失。 精进, 禅定, 般若是属于法不失。 说一个不失, 六度全都包括, 六度包括万行。 我们在金刚经上常常看到世尊教我们要行不失。 你要知道, 不失的意义非常广大, 不是说看到不失, 到寺庙来捐几个钱就是不失, 那你把这个意思完全看错了, 换句话说, 不失包括我们整个的生活。 求消业障, 开发本质, 本质是我们心性当中本具的般若智慧。 这个智慧为什么不能现钱? 业障障住, 障碍住。 业障消掉, 我们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就现钱, 就透露出来, 就起作用。 要想消业障, 就要习攀缘妄想。 诸位要晓得, 攀缘妄想就是业障, 也就是说分别, 执着就是业障。 令信心增长, 解行成就, 解释会成就, 智慧成就, 行事定成就, 戒定成就。 戒定成就, 信心必定是更坚固, 更清静, 这在菩提道上当然是一帆风顺。 菩提道是什么? 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幸福美满的生活, 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叫菩提道。 这个范围深广无济。 十七, 体会一面心性, 与诸众生本是一体, 且体本空济。 然后感应神速, 成就自已。 这一段文是说明如何求得三宝加持, 如何得到诸佛护念, 如何得到诸天善神拥护, 就在这一句。 前面这一段, 所说的是靠自立。 自己肯用功, 肯努力, 肯断恶修善, 肯转烦恼为菩提, 一定得到佛菩萨加持, 佛菩萨保佑。 但是每个人的佛菩萨加持, 保佑状况不一样。 明显的加持, 显著的保佑, 我们也能够求得, 这求感应道交, 众生有感, 三宝就有应。 为什么会有感应道交? 它的道理就是我们自己这一面心性。 什么叫一面心性? 这一句话很重要, 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真心念, 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讲的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慈悲心, 这就是一面心性。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虽然说四个, 是一个。 我们的真心就是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世待人皆物之处要培养真心, 培养真诚, 别人对我真不真诚不要去问, 根本就不要理会, 不要去分别执着。 我对人是不是真诚, 我对事是不是真诚, 我对物是不是真诚。 要问自己, 反过来问自己, 不要去问别人, 别人成不成与我不相干, 要警示自己。 世间还有一等奇怪的人, 听佛法之后, 法师, 人家明明欺骗我, 我还要诚心诚意对他, 我不变成傻瓜。 他, 不甘心, 不情愿。 你骗我, 我也骗你, 暴富的心态强烈。 我就告诉他, 他下地狱, 你也跟着下去。 他到地狱去, 我不去不行, 那不是傻瓜吗? 理根事都要搞清楚。 他们用的是虚妄心, 欺骗一些众生, 他搞三图。 我今天要成佛, 要成菩萨, 佛跟菩萨, 真心成就的。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而生其心, 是生这个心, 要生成佛之心, 那就对。 真心跟众生, 一切众生是一体, 跟六道众生, 跟阿比地狱众生也是一体。 众生为什么搞轮回, 为什么剁三图? 迷, 迷失自信, 也就是说迷失一念心性。 一念就是真, 二念就是旺。 有我, 有人就是二念, 有自, 有他也是二念, 二念不是心性, 不是真心, 不是本性。 大臣经上常说, 真心里念, 真心里没有妄念。 我们看, 六祖谈经, 六祖在广东, 就是现在的光孝寺, 遇到印宗在讲, 涅槃经。 外面翻被缝在那里吹, 有人在那里争论, 到底是风动, 是翻动。 有人说翻动, 有人说风动, 他老人家看到两面争论不休, 他在当中打一个叉,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忍者心动。 这一句话被印宗听到, 印宗说这个不是平常人。 请他上座, 再问他的来历, 知道他是黄梅的法的六祖, 对他非常尊敬, 向他请教。 他说, 你在黄梅, 五祖常常说法, 五祖对于禅定, 解脱怎么讲法? 能大师说得好, 禅定, 解脱是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落到二就不是一念心性, 一念心性里没有这些妄念。 禅定, 解脱, 菩提, 涅槃, 五祖讲不讲。 常常讲, 能大师会听, 怎么叫会听? 离名字像, 离言说像, 他会归自信。 会听的人常言说得好, 文法要消归自信, 消归自信就是一念心性。 理根事都明白, 回到自信里面, 都融成清静平等。 起作用的时候就是后的智, 无量的差别智, 不起作用的时候, 完全融在心里面, 一片清静平等。 那么多人听讲, 就是会能大师一个人听进去, 消归自信, 别人所听的都落在意识里, 都在那里虚妄分别。 印宗还想听听五祖人和尚怎样讲解脱, 怎样讲禅定, 你就可想他分别执着没有离开。 六祖回答他, 是完全融成一片, 完全融到自信里面去, 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 高下在这个地方, 你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从心性上说, 佛跟众生是一体。 且体本空计, 性体里面一法不利。 慧能大师说得好, 本来无一物, 本来无一物就是空。 既是讲他静, 既静, 如如不动是记的意思。 本来无一物, 如如不动, 这个心是静虚空, 变法界, 没有一点障碍。 上与诸佛是一体, 下与六道众生也是一体。 然后感应神速, 感应之快不可思议。 凡夫学佛在现在这个时代, 中国, 外国到处我们都看见, 绝大多数天天在拜佛, 供佛, 求佛菩萨保佑, 在求感应。 怎么求都没求到, 什么原因? 违背了求感应的理论与方法。 感应的理是一面心性, 与一切众生本来是一体, 这是理。 感应的方法, 心要空记, 才能得感应。 心不空, 心不记, 哪来的感应? 我们心不空也不记, 妄念很多, 妄想很多, 烦恼很重, 忽然佛菩萨来感应, 这种感应有没有? 有, 现在这个社会很多, 这不是佛, 是妖魔鬼怪。 这个感应一来, 你这一欢喜, 上了当, 你一生被魔王控制住。 冷言经, 末后, 佛为我们讲五十种阴魔。 在过去, 只是经上听说而已, 事实上很少见, 现在这五十种阴魔, 几乎在这个社会每一个角落上, 你冷静意观察都在, 真的出现了, 我们不能不知道。 佛很慈悲, 教给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这些麻烦。 佛教给我们一个原则, 我们要记住, 这种境界献钱, 根本不要理会, 就什么事都没有, 见如不见。 境界献钱, 他献的是佛也好, 献的菩萨也好, 在我们面前, 我们记住, 金刚经, 上两句话,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我不生欢喜心, 也不生排斥心。 你献你的, 与我毫不相干, 就没事, 那个香不久就消失掉, 以后就不会再见到。 就怕香移现钱之后, 就生欢喜心, 我修行有功夫, 你们不如我, 我看到佛, 你们都没看到。 我看到莲花, 我看到这个, 看到那个, 我跟佛菩萨有往来, 有交通, 就完了。 其实那不是佛菩萨, 妖魔鬼怪。 真的佛菩萨跟你感应道交, 你也不会说一句话。 为什么? 你心清净, 你的心空极。 佛菩萨示现在你面前, 为你证明你所证得的境界是真实不虚, 你所修行的完全如法, 佛菩萨偶尔展现这个境界让你看见。 像过去我们进宗出祖缘工大师, 他在生的时候, 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从来没有跟人说过, 他并不炫耀自己, 并不夸张, 还是老实念佛, 从来不说, 临终往生那一天才说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又现前, 他告诉大家, 我要走了, 这个境界过去已经看过三次。 走的时候才说出来, 大家才晓得。 我们诸位同修也有念佛念得很不错的, 无量寿经, 念几千遍, 没有见到境界, 常常来问我, 法师, 是不是我们念得不灵? 为什么别人都有境界, 我没有。 我就常说, 我恭喜你, 你很好, 没有, 好。 有就不得了。 为什么佛不现境界来给你看, 是因为你功夫不到家, 你没有定力, 佛一现境界你就发狂, 我还得了, 就完了。 你要能有远攻大师那个定力, 佛一定现境界给你看, 那就是好境界。 现在我们定力不够, 小小一点境界, 疑神疑鬼, 都要到外头夸张, 我很不起。 佛菩萨大慈大悲, 不害你。 现在现相给你, 是害惨了你, 也就是说你受不了, 到你真的有定力, 真的明白事实真相, 那没有问题。 由此可知, 诸佛菩萨现相不现相都是大慈大悲。 现相是大慈大悲, 不现相也是大慈大悲。 心不清净看到一些异乡都不是好事情, 这是一个总原则, 总纲领。 佛在, 冷言, 尚一再嘱咐我们, 见如不见, 不做甚解, 就是好境界。 十八, 持此意以为人, 则能胸襟旷达, 不惹烦恼, 而得自在。 一知谨言圣行, 不错因果, 而无挂爱意。 持此意, 是, 金刚经, 上讲的道理, 方法。 做人, 我们这一生做人, 守住, 金刚经, 上讲的原理原则, 你的胸襟当然大了, 心量大。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个心量多大? 心量一大, 烦恼就没有。 烦恼从哪里深的? 烦恼从妄想, 执着理深的。 妄想, 执着放下, 心地清静广大就跟虚空一样, 真自在, 真快乐。 这个方法好, 烦恼不要断, 自然就没有, 高级的修行方法。 这是自己的的受用, 也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讲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叫真实的受用。 但是我们还没有往生, 我们身体还在人间, 还要跟这些人, 这些迷惑颠倒的人打成一团, 还要跟他们在过日子, 那用什么态度? 谨言慎行。 谨言慎行就是横顺众生, 言语谨慎, 行为是其心动念, 一切造作都很谨慎。 谨慎就是守规矩, 守法, 绝对不犯法, 绝对不违规。 国家的宪法, 地方很多单行的法规, 乃至于这个地区的风俗, 道德, 观念, 习惯等等, 我们自自然然都遵守, 都尊重, 跟这个社会就能和睦相处。 虽然能横顺众生, 不错因果, 这是智慧。 没有智慧就会把因果搞错, 有智慧决定不错因果。 自己的心善, 行善, 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 这就不错因果, 这样生活就没有挂碍。 无挂碍, 就是自在, 身心自在, 快乐幸福。 你在, 金刚经, 上的一点消息, 就能够在一生当中得到受用。 由此可知, 佛经不是随便说的, 佛经不是弹玄说妙, 很实用的, 它却确实时可以落实在实际生活之中。 这是讲的, 你懂的, 金刚经, 你就会做人。 十九, 持此意已处事, 则知万事皆空, 任他风浪起, 与我何干? 一知人情事态, 分云往复, 安为苦乐, 随遇而安。 这是讲处事。 处事用现代的话来说, 适合于现前的社会环境, 这就叫处事。 你要用到, 金刚经, 的原理原则来处事, 经上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硬坐如是观, 这些话要常常放在心上, 要牢牢地记住, 要应用在我们六根接触六成境界上, 你要能用得上。 怎样是用上? 怎样是没用上? 这底下几句话就是用上的样子, 用我们佛门的术语讲是功夫得力。 功夫得力的样子就是知道, 万法皆空。 知道万法皆空, 你就不会在一切法里面起分别执着, 你就不执着。 别人执着, 我不执着, 别人分别, 我不分别。 我在这个社会里面很自在, 你执着, 我随顺你执着, 你分别, 我随顺你分别, 这叫横顺众生。 虽然随顺, 我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前面讲, 不错因果, 清楚明了, 决定不迷惑, 决定不染者。 境界转步过来的时候, 转步过来是众生他迷得太深, 我们晓得他这种想法, 这种看法, 这种做法, 后来的果报会带来很多苦难, 你劝告他, 他不听, 你跟他解释, 他说你太多忧虑, 他不能接受, 这个时候怎么办? 任他风浪起, 与我何干? 修行人要超越。 这我常讲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 要做一个看戏的人, 不要做演戏的人, 演戏很辛苦, 看戏很自在, 不辛苦。 哪些人演戏? 有分别执着的人在演戏, 他们的日子有苦有乐。 看戏的人没有, 很自在。 不要去演戏, 他演他的戏, 我看我的戏, 你就自在。 看戏就是佛菩萨在世间讲游戏神通, 清楚。 我们中国俗话也常讲,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看清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利害关系, 没有利害得失, 因因果果看得很清楚。 当局是什么? 他有利害关系, 他常常想的, 看得都有错误, 都有偏差, 唯有局外人清楚。 我们学佛要做局外人, 那个局势六道轮回。 我们必须有能力身在六道, 心超越六道, 不在六道里。 即世间而超越世间, 这才自在。 有没有办法? 有。 用什么办法? 金刚班若波罗蜜, 帮助我们即世间而超越世间, 的大自在。 一知人情世态, 分云往复, 世间阴阴果果, 一目了然, 清清楚楚。 安为苦乐, 这是众生相。 菩萨随顺在里面, 随遇而安, 他为什么会安? 因为他不着想。 众生在苦里, 他真有苦受, 他有受苦。 菩萨在这个境界里不受, 他没有感觉的他苦。 众生在顺境里有乐受, 菩萨在顺境里没有乐受, 没有感觉到快乐, 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的, 永远是平等的。 苦、乐、忧、喜, 是起伏波浪, 不平等的, 那叫众生心, 佛菩萨心是平等的。 我在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 我举供佛的例子, 我们平常家里面供养佛, 寺庙, 道场里面供养佛, 供养剧很多, 很庄严, 这是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的。 如果说自己修行, 用不着, 用不着这么多的供养剧, 香花。 佛菩萨不看, 佛菩萨不需要, 是接引众生的。 我们晓得佛菩萨不看, 你自己在家里供的事给自己看的。 那你自己已经这项。 供养剧里面最重要的是一杯清水, 供一杯水, 香花没有都没有关系。 供一杯水, 水代表清净心, 平等心, 水清净, 平等。 看到这杯水, 我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 一样平等, 表这个意思。 时时刻刻提醒你, 不要忘修行就是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在极不清净的环境里面修清净心, 极不平等里面修平等心, 那才叫功夫, 才叫修行。 所以菩萨随遇而安, 道理在此地。 二十, 持此意已当大任, 做大事, 以不着相顾, 是来即应。 心神泰然, 不畏所动, 调理自然, 头头是道。 事出事法, 一切尽舍, 事事奉持, 时时皆修, 在在受用, 处处皆是佛法也。 持此意已当大任, 做大事, 以不着相顾, 事来即应。 心神泰然, 不畏所动, 调理自然, 头头是道。 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 世间人由于过去身中积得修缮, 这一生当中的大福报。 得大福报的人, 在这个世间多半都是领袖的人物, 都是同理大众的人物, 你指挥很多人。 大的像总统, 管理这一个国家的国民。 小一点的, 像你是公司的老板, 你的员工有几百人, 几千人, 这是小者。 无论是大的事业, 是小的事业, 总而言之, 你都是领袖人物。 你不仅为你一个人, 你要为这个团体当中每一个分子,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前途去着想, 这个责任重大, 叫当大任, 做大事。 如果能应, 金刚经, 得道理, 金刚经, 上所讲的原理原则, 你一定是非常成功的领袖, 你会做得很成功, 你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会得到群众的爱戴, 建功利业。 为什么? 以不着相顾, 不着相, 你的心清静, 刚才讲真诚, 清静, 平等, 慈悲, 用这种心来同理大众, 哪一个不服? 确确实实能令众身心服口服, 听从你的指导。 而你自己真是身心自在, 是来了, 你有智慧, 你会应付的恰到好处, 事情过去, 身心坦然。 我们看到往往现在一些领袖, 当领袖的人苦不堪言。 事业越大越苦, 一天到晚头脑都在操心, 想这些, 想那些, 怎么各应付, 怎么各求发展, 怎样安排, 望面不停, 烦恼无边。 他不懂金刚般若波罗蜜, 他要懂金刚般若波罗蜜就好, 他就快乐, 他就自在, 他就真的享福。 大事业, 要不要去想? 不要。 想是妄想, 妄想里面设计出来的, 免不了有错误, 免不了有损害, 智慧里面所生的, 决定没有错误。 那个办大事的人, 大领袖的人, 他要不要去想? 他不要想。 谁去想? 底下替他办事情, 他的秘书, 他的参谋, 让他们去想。 想好之后, 拿来一看就知道, 你哪里错了, 你哪里对, 错了怎么改, 拿去改去, 自己没事。 他为什么一看就晓得对不对? 他心清静, 他有智慧。 想的人用心意识, 他不用心意识, 他不操心, 唯有不操心的人, 才看得清楚, 看得明了, 所以一个当领袖的人不能操心。 看看人家做出这个方案拿来, 你能够用智慧去判断是非, 厉害, 得失, 你只指导他就行, 这一定要清静心。 不畏所动, 不管怎样烦乱的事情, 心清静, 绝不为他所动。 反而, 条理自然, 头头是道。 再烦的事情, 再乱的事情, 到他面前都清清楚楚, 有条不紊。 这是金刚般若用在办事上, 无论大事, 小事, 你只要有金刚般若, 那就真实快乐自在。 事出事法, 一切尽舍, 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细心去体会, 确实是监法, 做人, 处事, 当大任, 办大事, 事监法离不开班若波罗蜜。 出事监法, 从小城须陀还到大城原教如来的果位, 也离不开金刚班若波罗蜜, 一切尽舍。 事事奉持, 时时皆修, 金刚波罗蜜在哪里? 在穿衣, 在吃饭, 在工作, 在处事, 在待人, 在街物, 没有一桩事情不是。 事尊在开金为我们显示的, 入舍为大臣起时, 那是出家人每天的工作, 这依持波式生活, 点点滴滴显示圆满的金刚般若波罗蜜。 佛不仅仅是会讲, 他所讲的就是他的生活, 就是他的心形, 佛不欺骗人。 金刚班若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信德自然的流露。 我们凡夫迷失自信, 障碍了信德, 我们所表现的是无量劫来的烦恼习气, 也真的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在处世带人皆悟, 也是表现无疑。 表现什么? 无始劫的烦恼习气, 痛苦无奈, 我们过的是这个日子。 这就是恰恰跟金刚班若, 两个相反。 要知道他一切尽设事事事奉持, 事事都显示出圆满的班若波罗蜜。 时时皆修, 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 在在受用, 处处皆是佛法, 佛法在哪里? 佛法就在一切时, 一切处, 在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无有意法不是佛法, 如果谜, 那就无有意法是佛法。 觉悟, 无有意法不是佛法, 谜, 无有意法是佛法, 问题就在谜与觉这一念之间。 觉的像是什么? 是无助身心, 这是觉悟的样子, 觉悟的像。 谜的像是什么? 谜的像是妄想执着, 这是谜。 我们在总纲领, 总原则上, 要时时刻刻检讨, 我怎么又起分别执着。 谜, 又谜了。 一个人常常知道自己迷, 他就不迷。 迷的人不知道自己迷, 知道自己迷这个人就快要开悟了, 就有回头的可能。 我们今天不求别的, 就求常常觉得自己迷, 知道迷在哪里, 这就是开始觉悟。 由此可知, 金刚斑若不能不学, 金刚斑若对于我们这一生的关系太大太大。 就是不学佛, 不求往生, 我们稀不希望过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一生。 你要想达到这个目标, 这一步经的确是帮得上忙, 而且是很容易让你埋怨。 如果用这一步经帮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不但往生, 品位还很高, 品位不低。 今天时间到, 就讲到此地。 金刚斑若研习报告第32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3月2。 请看, 金刚经讲义节要, 卷3, 经本七十八页。 六一, 总是明持世能断之明。 佛告须菩提, 是金名为金刚斑若波罗蜜。 尊者为我们大众请示金提, 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得到实际上修行的纲领。 世尊非常慈悲, 有求必应, 将这个金提为我们宣布出来, 金的名字叫, 金刚斑若波罗蜜。 金提的大意在前面已经讲过, 这个地方可以省略。 六二, 是持经之法。 以事名字, 汝当奉持。 世尊这两句话, 是嘱咐我们。 一, 此事令人, 顾名思义, 因名晦体。 要知经义, 皆是应摩所住。 所以即当断除我剑, 则烦恼杖除。 而业障, 暴障, 亦随之而皆除以。 三障消除, 责法, 报, 应, 三身原县。 这一段话是解释, 是尊对我们的教界, 要我们从今的明题上, 就要联想到这部经所讲的义理, 这是初步的功夫。 我们常讲授持读读诵, 这是最低限度的功夫。 如果不能从经题联想到经里面所说的义理, 所开导的教训, 我们纵然是读诵, 也得不到利益。 如果是功夫深一点的人, 就, 英明会体, 这是受持生者。 正如同过去丹宗六祖会能大师, 听五祖讲, 金刚经, 讲到, 应魔所著, 而生其心。 诗在讲, 要从经文说大概只讲到四分之一, 他就开悟, 就明心见性。 体就是心性, 英明会体, 这事会能大师做到了。 他为什么能做到? 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也曾经透露过, 三学, 三会圆融成一体, 就能入这个境界。 我们今天听经, 若能做到, 顾名思义, 就不错了, 总算你没有白念, 你还能想到经典里面的教训, 发愿依教奉行。 而本经最重要的开示, 就是, 应魔所著, 这一句话在本经, 可以说是彻史彻中最要紧的一句经文。 我们明白这装饰, 一定也能够联想到, 金刚般若, 是六百卷, 大般若, 的中心。 无助既然是, 金刚般若, 的核心, 当然也就是六百卷, 般若, 的中心。 由此可知, 无助两个字的重要性, 我们要认真去做。 无助就是不执着, 不执着法相, 不执着非法相, 空, 有两边都不住, 这是金刚般若波罗蜜。 果然不住, 就像底下所讲的效果, 能够有个一分, 二分不住, 你就能得一分, 二分的利益, 真所谓是烦恼轻, 智慧常, 这是真实的利益。 慧能大师为什么会明星见性? 他的确是听了之后明白, 空, 有两边全都放下, 这个高明。 真正放得下, 一闻就开悟, 一悟就放下, 一放下就正果。 即当断除我见, 我们要把这桩事情, 看作最要紧的一桩事情, 要赶紧去做的一桩事情, 决定不能有稍稍的耽误, 急着去办。 断我见, 我们就经文上来说,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要在这里下功夫。 我见, 我相要是断了, 四像, 四见统统断了, 一断一切断, 烦恼仗除, 不但见私烦恼没有了, 沉杀烦恼也断了, 沉杀烦恼在哪里? 在众生像, 在受者像, 无名烦恼一定也能破几分, 四十一品无名也能破一分, 二分。 所以, 业障消了, 暴障也消了。 业障是剑丝烦恼, 暴障是六道轮回里面的果报。 暴障除了, 就是说你已经超越六道轮回, 不在轮回之中, 已经了生死, 出三界。 这个身体虽然在, 那没有关系, 而不是说正的这个境界, 这个人马上就要死, 不是这个说法, 大家可不能误会。 正的这个境界, 跟你讲的是生死没有, 六道轮回没有, 我们身体还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是菩萨身。 人家常讲摇身一变, 我们这个身不要摇就变了, 就从凡夫变成菩萨, 菩萨成愿再来。 在这个世间住世, 久战随意, 想多住几年, 不爱是, 想马上走, 就走得了, 就这么样的自在。 他在住这个世间的久战, 他不为别的, 他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 久战在圆, 在众生那一边。 众生有感, 他就多住几时, 机缘境, 境就是众生对他不相信, 不愿意跟他学, 他老人家就走, 到他方世界去。 这个时候, 他的生活空间拓开, 尽虚空, 便法界是他生活的空间。 哪一个世界源成熟, 就在那个世界现身, 像, 普门品, 所说的, 应以什么身的度, 他就现什么身。 不只现一个身, 如果有很多个世界众生机缘都成熟, 他就能现很多身, 随心应量。 像, 梵网经, 所说的, 千百亿化身是加木尼佛, 你要入这个境界, 就千百亿化身, 哪里是一个身? 我们凡夫没有法子不能分身, 不能现第二个身。 为什么? 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 这个身是我, 当然另外一个身就不是我, 所以你就永远牢牢死在这个身上, 可怜。 破了四香, 无我像, 无我见, 无我了, 那个我就能现无量无边生, 道理就在此的, 这才叫真正消业障。 金刚经, 消业障是特别有效, 问题是要你真的去做, 不是把, 硬磨锁住, 而生其心, 念几遍就消掉, 念几遍消不掉, 念十万遍也消不掉, 要真正去做到, 就消掉了, 消掉旧的大自在。 三障消除, 三身就现前。 注意这个地方, 原线, 什么叫原? 一级是三, 三级是一, 那就是原。 只要四相, 四剑一破, 给诸位说, 我们这个身还在世间, 就如同六祖会能一样, 会能开悟见性是在二十四岁, 年岁不大, 我们在, 谭经, 上看到的, 他在黄梅的法是二十四岁, 得法之后他的身就是三身原线。 我们现在这个身是夜暴身, 他觉悟之后, 身见没有了, 我见, 我相都破, 所以就转夜暴身为圆满的三身。 这个身就是他的自受用暴身, 也是他受用暴身, 对一切众来说就是硬化身, 对他本体来讲就是清净法身, 一级是三, 三级是一。 这种利益书胜, 真正不可思议。 能大师以后, 不是没有见性的, 但是没有像能大师那么痛快, 快速, 书胜, 这的确是没有。 但是在修学过程当中, 假以时日, 每一个朝代都还有几个, 真正是难能可贵。 这其中的道理, 就是我们常讲的看破, 放下, 是不是真正看破, 真正放下。 而金刚般若彻使彻中也就是交给我们看破, 放下。 二, 必须将不住六成身心, 放在心中, 时时观照起心动念。 躺于六成少有处者, 便当机力断, 坚持不懈。 至成恳切, 求三宝哀怜射受, 放光加倍, 助我之力。 念佛不得力, 一拳游位在此中用功也。 这一小段是把, 乳当奉持, 的具体办法, 再简单的说说, 我们怎么各奉持法。 必须, 就是一定要把, 不住六成身心, 这个开示常常记住。 不住六成, 而身其心, 应摩锁住, 把它讲得很具体, 就是不住六成。 六成是什么? 色, 身, 香, 味, 触, 法, 不可以执着, 执着就错了。 时时观照我们起心动念有没有住, 有没有住在六成境界上。 实在讲我们一定会住, 不住就成菩萨, 成佛, 哪里是凡夫? 凡夫一定住。 我们凡夫很苦恼, 住而不能够觉察。 真正修行用功的人, 他知道他住, 他觉察到, 比我们就高明多了。 我们住而不觉察, 不知道, 现在先要觉悟, 知道自己这相, 住相, 先要知道, 这就是你开始觉悟。 都成就了。 我们断不了, 实在讲也不晓得什么叫当机力断。 但是有一个方法, 念佛, 才觉得心里有住, 把这个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佛号上, 让我们的心不要住在六成的沉浸上, 把它转成阿弥陀佛佛号, 这就对了, 这比单宗容易太多。 宗门的修行方法要断, 我们这个地方念头转成阿弥陀佛, 我们还是有住, 住在阿弥陀佛上, 念头换过来了。 这有什么好处? 好处很大, 因为你念头住在六成, 你搞六道轮回,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念头转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在我们这个六道, 不但不在我们这个六道, 也不在娑婆世界, 而是在娑婆世界的西面过十万亿佛国土, 那一边有个极乐世界。 我们念头一转, 就从娑婆世界转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 这个法字庙。 这个法字不难, 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能够这样修行就好, 这一生当中, 不断见私烦恼, 不离四乡, 也出了三界, 也永脱轮回。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古大德所说的,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也就是说我们把破四见, 破四象, 断烦恼, 明心见性, 这个事情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办, 见到阿弥陀佛办这些事情就很容易, 就不难, 在这个世界办, 非常非常困难, 很不容易。 所以先求往生极乐世界, 升到极乐世界, 立刻就入金刚般若的境界。 我们用这方法, 一定要, 坚持不懈, 决定不懈怠。 宗门大德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这两句话我们用得上。 不怕念起, 念起就是住六成境界, 就住香, 不怕念起, 要绝得快, 要转得快, 第一念起来是五欲六成, 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 就转得快, 这叫真正会用功, 这叫真正念佛人, 他会念佛, 他会用功, 功夫得利了。 虽然如此, 我们还是要至成恳切求三宝加持, 怎么个至成恳切法? 诸位要晓得, 还是念头转得快, 那就是至成恳切, 念头转慢了, 诚意就没有, 恳切也没有。 至成恳切不在其他, 就在念头转得快, 你念头转得快, 阿弥陀佛与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一定照顾你, 能敢的诸佛互念, 放光加倍, 我们的的助力就大。 佛这种加持有险加, 有明加, 明是明明当中加持, 你自己不觉得, 在你功夫得利, 有的时候你自己会感觉到佛加持很明显, 佛事时时刻刻都在身边, 套一句他们宗教里面所说的话, 上帝与我同在, 诸佛菩萨确实与我同在, 一点都不假。 念佛人功夫不得利, 要是仔细追究他的原因, 还是, 金刚经, 上所讲的住香, 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利, 没有真看破, 没有真放下, 心还住在六成上, 念阿弥陀佛那怎么会得利? 怎么会有感应? 那不可能的。 我们也正是念佛功夫不得利, 所以仔细来读读, 金刚经, 希望借着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帮助, 帮助我们无助, 帮助我们看破放下, 老实念佛, 这是我们念佛人学, 金刚经, 的目的。 三, 无人修行, 必须于一切染源, 所谓六成者, 依此经能断, 奉持二义, 当机力断, 坚持不懈, 降伏习气。 树姬有一心不乱之可能, 而往生极乐, 竟登不退, 不难也。 罗石大师翻经是用意义的, 这部经玄藏大师有一本, 他的题目叫, 金刚能断班若波罗蜜多。 他家能断两个字, 梵文的原文上有能断, 金刚是比喻坚固, 锋利, 能断一切物, 一切物不能够破坏金刚, 用金刚来比喻班若智慧, 班若智慧能断。 我们要依金刚般若的智慧, 能断一切染源。 奉持二义, 当机力断, 坚持不懈, 降伏习气, 这个体里有能断, 是尊嘱咐我们要, 汝当奉持, 要把能断, 奉持这两个意思记住, 这是佛对我们的教会。 当机力断是信心清净, 一丝毫疑惑都没有。 坚持不懈, 这是功夫。 在静宗里面讲究是静念相继, 这是功夫。 降伏习气是效果, 成绩。 我们见思烦恼的习气, 虽没有灭断, 但是扶住, 它不起作用, 这是成就甚深的担定功夫。 树基有一心不乱之可能,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念佛, 才有可能的一心不乱。 是一心不乱是丹定, 是相当深度的丹定, 理一心不乱是明星见性, 那个功夫深。 如果的是一心不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方便有余土, 的理一心不乱, 生西方极乐世时报装盐土, 品位都非常之高。 所以往生极乐, 竟登不退, 不难也。 纵然我们没有到一心不乱, 我们能够把烦恼习气扶住, 心得到清净, 念到功夫成片, 所谓功夫成片就是一切时, 一切处, 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所有一切的妄想, 牵挂, 忧虑统统放下, 这叫功夫成片, 能念到这个功夫, 就决定的身, 这是身凡胜同居土。 上乘的功夫我们未必有把握能得到, 这样的功夫说老实话, 人人都可以得到。 只要你真的肯放下, 真的接受世尊在本经所说的事实真相, 你能够肯定, 你能够承认,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果你真的肯定, 真的承认, 哪有放不下的道理?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只要你肯放下, 功夫成片不难, 古得所谓万修万人去, 这话一点都不假。 念佛儿不能往生的, 没有别的, 没放下, 还有一些牵肠挂肚的, 不肯放下, 那就没法子。 所谓, 待业往生, 功夫成片的人, 烦恼没有断, 剑丝烦恼没有断, 沉沙烦恼没有断, 无名烦恼没有断, 统统都带着往生, 是这么个意思。 是一心不乱, 剑丝烦恼断了, 那就不带,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没断, 待业往生。 念道理一心不乱, 剑丝, 沉沙都断, 无名有四十亿品, 才破几品, 还得带几品, 还是带业往生。 华藏世界, 我们在, 华严经, 看到, 文书, 普贤发愿求生西方净土, 他代不带业。 带业。 他是等觉菩萨, 带最后一品身相无名,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 诸位一定要知道, 凡是身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不带业的, 等觉菩萨带一品身相无名, 还是带业。 在过去有些人说带业不能往生, 一定要消业才能往生, 把念佛人搞得迷迷糊糊的, 真是搞得天下大乱, 起这么一个波浪。 那个时候正好我在美国弘法, 我到洛杉矶, 洛杉矶周宣德老居士在机场迎接我, 一见面就是很悲哀的气氛, 给我说, 法师, 现在有人讲带业不能往生, 一定要消业才行, 我这几十年不就完了, 白念了。 我听之后笑笑, 我给老居士说, 老居士, 带业不能往生, 就算了, 就不要去。 他听了就很奇怪, 眼睛瞪着看着我, 为什么我说得这么轻松? 我就告诉他, 假如带业不能往生, 西方世界就一个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 你去干什么, 他还是没有听懂, 最后我只好给他讲, 文书, 普贤是华藏世界, 毗卢遮纳佛的等觉菩萨, 这你知道吗? 知道。 他们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还带一品身香无名, 是不是带业, 他想想, 不带业, 不带业的西方世界只有一个人, 阿弥陀佛不带业, 除阿弥陀佛之外, 每一个人都带业, 只是带得多, 带得少而已, 哪个不带业? 怎么可以说是带业不能往生, 哪有这种道理? 但是那个时候, 讲这个宵夜往生的人, 在美国很有声望, 很有名气, 我们也得罪不起, 得罪他, 在那边红法会受到障碍, 这就是讲经有顾忌, 我后头又加一句捧捧他, 他说宵夜也没错, 为什么? 多宵一点, 你不就少带一点, 品位高一点, 他也很慈悲, 这就补一补, 否则的话会惹麻烦, 人家势力很大惹不起, 虽然他说错, 我们也从旁边还是要补一点, 也要赞叹他一点, 说他很慈悲, 让我们多消一点, 少带一点, 品位高一点, 他听到我们这个说法, 也许会原谅一点, 不至于找麻烦, 六三, 祥明所以总标, 所以者何? 这一刻就一句话, 我们细看将居士的分科, 真的是很有道理, 在其他古经注解里面, 没有这个分法, 也就是说没有看得这么透彻, 看得这么详细, 祥明所以, 这一句是总标, 一, 所以者何? 四字, 标词使人注意也。 下, 六四六九节, 经文, 皆是开示修持之法, 皆是说明, 已是名字, 如当奉持, 之所以然。 所以者何? 这一句话是提醒听众的注意, 提醒读者的注意, 注意什么? 底下几段经文, 从六四到六九节, 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皆是开示修持之法, 皆是说明, 已是名字, 如当奉持, 之所以然。 为什么一定要遵守, 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方法来修行? 道理在哪里? 我不依这个方法不行吗? 说实在话, 不依这个方法真的不行, 连念佛人不依这个方法都不能的功夫成片, 都不能往生, 可见得, 金刚般若, 的指导原则, 是涵盖一切法门。 在我们过去以为, 这是大成经, 大成教, 哪里晓得是连小成教都包含在内。 小成虽然没有读过, 金刚般若, 没有听过, 金刚般若, 小成人证果还是要无助, 他要有助的话, 他就不能证果, 这个我们在前面读过。 虚陀还世出果, 虚陀还不着正果之乡, 如果虚陀还着乡, 他就不能成为虚陀还, 这才叫我们恍然大悟。 连小成出果, 到大成等觉菩萨, 没有别的, 就是无助身心而已。 无助身心大家做的程度不一样, 程度最高的是大成等觉, 程度刚刚达到标准的是小成出果, 才达到这个标准。 你要问修的是什么? 无助身心而已。 这就说明金刚般若统设一切法门。 二, 此一句中含三意, 以如何而断? 二, 从何断起? 三, 应何须断? 这个实在讲, 要不是很细心的人看不出来, 将为农居士不愧在本经下了四十年的功夫, 他比一般人看得的确是仔细, 一般人看不出来的, 他发现了, 他为我们说出来。 我们仔细观察, 他讲的有道理, 却确实实符合经意。 这三个意思, 第一是如何而断, 第二是从何断起, 第三是应何须断? 为什么一定要断? 底下就把这三个意思略为做一个说明。 三, 如何而断? 断着, 断我见也。 我见是妄想之别明。 妄想原是真心所变, 本不能断。 所谓断着, 破之而已。 这几句话很重要。 世尊在入灭之前, 最后的一教有四一法, 我们后学之人, 决定不能够忘掉。 四一法, 第一个是, 一意不一语。 这里面就有这个意思在, 如果是一语, 后来集结成经典,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语不必一, 换句话说, 文字也可以不必一。 要一什么? 一他的意思, 那就对了。 意思要正确, 言语, 文字不要紧, 如果执着在言语文字上, 可麻烦了。 断, 怎么个断法? 断不掉的。 不能断的, 为什么不能断? 使法界一正庄严是自性变成的相分, 相断了, 性也就没有, 性就灭掉, 哪有这个道理? 性永远不生不灭, 所以像是不会断的。 相虽然不断, 相会变, 因为相会变, 所以佛教给我们要身心, 因为相刹那不住, 刹那不停地在变, 它不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无助。 无助身心都是因为像是刹那不住在变化, 佛教给我们这个修行的纲领, 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 是这么个道理, 这是诸位同修必须要搞清楚的。 断者, 断我见, 我见却确实实是妄想, 妄想就是无名。 一切众生不其念则已, 亦其念, 第一个念一定是我, 不能说其念里面没有我, 没有这个道理。 我是一个根本的妄念, 根本无名。 我们在做的同修, 我想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 你在做梦的时候后, 梦中有没有我? 一定有我, 不会做一个梦, 梦里没有我, 一定有我, 没有我也就没有梦, 没有我什么麻烦都没有。 所有一切麻烦都是我来的, 就是这个根本无名, 无始的妄想。 这个东西是真心变现的, 它相虽然是妄的, 它体是真的, 体是永远不变的, 像是千变万化, 刹那刹那不住的在变。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现象, 今天看这个样子, 昨天它也是这个样子,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不晓得经过多少变化。 我们看的样子好像没有变, 是这个香的香续香, 前面这个香是这个样子, 变一个香, 还是这个样子, 跟这个很相似, 我们看的是香续香, 是延续的香, 绝对不是一个香, 香不能存在, 所谓是, 当体积空, 乐不可得, 那是真正的样子, 这是真相。 由此可知, 香会变, 不会灭, 所以佛教给我们无助身心。 由此可知, 经上所讲的断, 实际上是转变。 我们断烦恼, 烦恼是迷, 是执着, 转烦恼为菩提, 菩提是觉, 是不迷, 把它转过来, 对那边来讲是断, 其实是转过来。 转身死为涅槃, 转烦成圣。 诸位要晓得, 真正的意思是讲转变, 不是真的断, 决定断不了。 死的讲破之而已, 是破妄想, 破执着, 是这个意思, 都是转的意思。 四, 云何能破, 开解而已。 断我见, 并无别法, 为在彻底明里。 一即彻底开解, 而见到宇宙人生之事时真相而已。 破根转是一个意思, 诸位要记住, 我们讲转大家好懂, 讲破根断难懂。 怎么个转法? 开解而已。 一定要明了事实真相, 就转, 念头就转。 为什么一般人转不过来? 断不了。 他不了解事实真相, 他转不过来。 一般人对于世间五欲六成贪恋, 情直放不下。 为什么他不肯放下? 他以为是真的, 他以为他自己真得到, 以为这个身是真的, 我真的能得到, 把身心一切万物都以为是真实的。 如果果然是真实的, 你在这里面怎么起贪心, 释迦牟尼佛点头, 对。 你说得很对, 那真有, 你真得到, 如果真相完全是一场空, 你在这里头起这种心, 想贪得的话, 佛看了摇头, 因为你根本没有得到, 完全是个妄想。 所以本经讲, 三心不可得, 用意很深。 三心不可得, 就是你能得的是空的, 又说, 一切法是原生, 给你说原生就是一切法是假的, 不可得。 由此可知, 能得跟所得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你要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 是问问你硬不应该放下。 当然放下, 再也不打妄想了。 稍稍还有一点贪着放不下, 真相没搞清楚。 放下不难, 搞清楚难。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真的不难。 事实真相搞清楚难。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为我们讲经说法, 就是把事实真相讲清楚, 让我们了解, 让我们明白, 我们自然就放下。 这一放下, 就是菩萨, 就是佛。 断我见, 并无别法, 为在彻底明里, 把道理搞清楚。 一集彻底开解, 我们佛家讲开悟, 了解事实真相, 而见到宇宙人生之事实真相而已。 佛门的经典非常丰富。 古人读书有所谓一部, 二十四史, 不知道从何读起。 这一部, 二十四史, 实在讲分量并不是很大, 跟佛家的, 大藏经, 一笔, 小屋见大屋。 佛法号如烟海, 从哪里着手? 因此学佛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要抓到纲领。 这一部, 大藏经, 或者说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内容究竟是什么? 他说四十九年到底说什么? 我们要抓纲, 一句话就把它说明。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 无非是宇宙人生真相而已, 这样我们对于整个佛法就明白, 这是我们用现代话来说。 在, 班若经, 里面, 世尊所说的是诸法识相, 诸法, 我们今天讲宇宙人生包括了, 识相就是真相, 佛所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而已。 五, 众生处处执着, 尤其不知四大五运, 以及一切法皆是原生, 如幻如化。 云何可知, 直之何以? 众生处处执着, 放不下, 尤其不知四大五运, 以及一切法皆是原生, 如幻如化。 云何可知, 直之何以? 班若经, 不厌其烦, 多次重负, 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 为什么要说那么多遍? 说一遍你没有留意, 没注意到, 变数说多了, 你注意到, 这是教学方法的善巧。 我们将华言经, 入法戒评, 念一遍, 这个一般讲是, 四十华言, 四十卷, 从头到尾一遍看过去, 大概其他的经文句子记不得, 对于善才童子请教善知识的话一定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 五十三餐每一参访一个他就重负一遍, 他重负五十三遍。 别的句子记不得, 这个一定记得很熟。 见到善知识一定是顶礼三拜, 又绕三扎, 然后和掌白眼, 我已经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知道怎样修菩萨道, 不知道怎样修菩萨行。 这个句子因为重负几十遍, 你马上就记得很清楚。 这个, 无助身心, 在, 大般若, 里, 不晓得重负多少遍, 重负几百遍, 就是让你有很深刻的印象。 印象深刻,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常常会想起, 想起这就叫观照。 提起了警觉, 不必再执着, 是假的, 不要再认真, 不要再执着。 你印象太深刻。 四大五运包括一切万法。 动物形成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物质, 一部分是精神。 物质的部分就是色法。 五运, 色, 受, 想, 行, 食。 色身, 色是指物质, 精神这一部分, 就是心理的作用, 有受, 想, 行, 食, 就包括所有的友情众生。 无情的植物跟矿物, 没有受, 想, 行, 食, 它只有色, 色就是四大。 由此可知, 一切万法都出不了四大五运这个范围。 所以四大五运就是一切法, 这些一切法是原生的。 原是无量因缘, 这是尊在华严经上为我们说的。 既然是原生, 就没有字体。 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条件。 无量因缘就是无量的条件, 非常复杂。 如果你要是稍稍能够有一点体验的话, 我们一个人的身体, 以及我们的心意是这些念头, 跟外面大宇宙, 尽虚空, 变法界一正庄严, 它的复杂程度刚好成正比例。 宇宙多么复杂, 我们这个身心就多么复杂, 不会说它比我们更复杂, 没有这个道理。 我们的复杂程度不比它少, 它的复杂程度不比我们多, 恰恰好。 这一个身, 这一个妄念, 就是一个大宇宙, 无二无别。 它是原生的, 原生之法,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如幻如画, 不是真的。 没有真东西在里面, 一样都不真实, 你何必去执着它? 你执着它,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利益? 凡是有坚固执着的, 对于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 了解事实真相, 生活快乐, 顺境快乐, 逆境还快乐。 在西方极乐世界快乐, 在阿比地狱也快乐。 德藏菩萨在阿比地狱度众生, 一点都不辛苦, 快乐得很。 这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菩萨晓得一切法皆是原生,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它很快乐。 众生的执着, 执着越重, 堕落得就越下。 地狱众生, 执着是最坚固的, 最难破的, 它执着稍微轻一点, 它就生一级, 就生到恶鬼到, 再轻一点就变成畜生到, 畜生到再轻一点, 它就可以到人到来。 六道理什么回事情? 就是执着的浅身而已。 天人的执着比我们轻, 像畜生恶鬼的执着, 比我们严重, 就这么个道理。 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培养执着, 培养妄想, 那就完了, 就下去了, 往下去。 一定要觉悟。 真正觉悟, 说老实话, 只有佛法。 六, 若能于一切法不值, 则我见字化, 此真破见或知金刚也。 顾约, 以示名字, 汝当奉持。 前面说过, 一定要顾名思义。 怎么样受持, 金刚般若。 听到这个名, 看到这个名, 就要想到世尊在这里面所讲的道理, 教给我们修行的原理原则, 马上就应用在生活上, 应用在工作上, 应用在处世待人方面, 全都用上, 这叫做奉持, 真正的依教奉行。 知道一切法的真相, 然后你就不会执着, 我见字化, 不必破, 自然它就不执着, 自然就没有, 哪来的我见? 哪来的我乡? 我见, 我乡都没有。 这是说, 金刚经, 说理透彻, 言辞简单明了, 说理又透彻, 便于受持。 第二个意思是, 七, 从何断起? 应知其则非, 而离明子相, 知其魔所说, 而离言说相。 大千世界, 为佛教化之境, 三十二相, 为佛所献之身, 皆不可知, 其余可知已。 从哪里断起? 从离明子相, 离言说相, 离心原相。 马鸣菩萨在, 大乘起信论, 里为我们说的, 跟, 金刚经, 完全相应, 从这个地方下手。 金刚经, 常讲, 则非, 则非, 是明, 这个句子很多。 因此我们应该明了他所讲的则非的意思, 讲, 则非, 都是从性体上所说的, 性体上原来无有一物, 所以不应该住相, 不可以住相, 而离明子相。 明子有没有? 有, 有, 不着就对了, 不要把这些名字放在心上。 知道心是清净的, 心里面本来无一物, 为什么要放一个名字在里面? 放一个名字在里面, 心就不清净, 心就被污染。 名字有, 不能执着。 现象也有, 也不能执着, 这个现象是刹那生灭, 我们见的是相续相, 实际上是刹那生灭, 真正了不可得。 所以不可以有一个念头, 这是我所有的, 这是妄想, 什么是你所有的? 真的是打妄想, 那就是迷惑。 觉悟的人, 没有这个念头, 知道无有义法是我所有的。 我都没有, 哪来的我所有? 我像, 我见破了, 这事并根彻底拔除。 这事说的是法, 是法不执着, 放下了。 佛法, 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所说的这些法如何, 是不是真的? 也不是真的。 佛无有法可说, 不但无有定法可说, 佛无有法可说。 知其摩所说, 而离言说象, 佛法能不能执着? 不能执着。 为什么? 佛法也是原生的, 也是因原生法, 也是当体即空。 佛教导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来运用佛法。 就像过度用的主法一样, 法御, 我们应当要晓得, 佛说法就像法御一样, 过何之后不要了。 所以说,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佛法也不能执着。 但是诸位要晓得, 佛法我们要用它, 不能执着它, 执着就错了。 像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 我们可以用它, 不能执着。 我也常说, 常常提起来勉励同修, 我们在这个世间, 与所有一切法, 我们要使用权, 不要所有权, 所有权是你的, 使用权是我的, 我多自在, 我多快乐。 我使用没有烦恼, 烦恼是你的, 你所有的, 那烦恼是你的。 这个大讲堂, 他们盖得这么好, 我们今天在这里两个小时, 我两个小时使用权, 这个地方哪里坏了, 破了, 灯坏了是他的事情, 他的所有权, 与我不相干。 你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过日子, 哪有不快乐的事情? 日子过得比哪个都舒服, 比哪个都自在, 心里一点牵挂, 忧虑, 烦恼都没有。 为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你有所有的, 你就有烦恼。 你有忧虑, 有牵挂, 你就有生死轮回。 在家, 出家都要保持这样一个心态, 把这个念头转变过来。 一转变过来, 得失没有了, 一个人得失没有了, 烦恼至少去掉八成。 世间人患得患失, 无得亦无失, 你说这个多自在。 随缘度日, 随缘就自在, 就快乐。 所以, 法也要舍。 知其摩所说, 而黎言说想, 大千世界, 为佛教化之境, 这是举例子说, 也是本经世尊自己举这个例子。 一尊佛教化的范围是一个大千世界。 三十二相, 为佛所献之身, 皆不可知, 本经佛说大身非大身, 大身是指如来果地上所献的报身, 他不执着。 所献一切境界当中, 他不放在心上, 若无其事, 这叫极相离相。 可见得离, 断并不是真正相消灭了, 不是的。 心里面不执着, 心里面若无其事, 一切时, 一切处, 他心里是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叫断。 断, 离都是从心上说的, 不是从静上讲的。 静上哪能断得了? 不能断。 静会变, 静变是随着心变。 为时, 经论上说的好, 一切法,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外面这个境界会变, 这个变是从心上变, 心变, 外面境界就变。 我们今天是轮回心, 外面境界是轮回的境界, 如果我们是清静心, 一尘不染, 真相, 金刚经, 上所说的, 统统放下, 外面境界马上就变成一真法界。 一心就变一真法界, 二心, 三心就变十法界, 静随心转。 知道静随心转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修行心重要, 静不重要。 禅宗的祖师大德们都知道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心, 心就是念头。 把恶的念头转变为善的念头, 恶境界就变成善境界, 转三恶道变成三善道。 把然的念头转变成静的念头, 那就是把六凡法界转变成四圣法界。 六凡是染, 四圣是静, 从心上转。 心转外面境界就转。 同样一个道理, 现在这个世界, 大家都知道环境污染太严重, 不但地球表面严重的污染, 海洋严重的污染, 连天空臭氧层都破个大洞, 那个面积几乎等于欧洲, 你说这个污染多严重。 全世界的人都在讲求环保, 加强环保的意识, 加强环保的工作, 有没有效果? 说实在话没有效果。 为什么没有效果? 因为他不知道从根本修。 环境为什么污染? 人心污染。 如何真的改善这个环保, 让环保能恢复正常, 必须人心离开三毒烦恼, 恢复到正常, 境界就转变。 那是一暴随着正暴转, 竟随心转。 现代世界上人心严重污染, 被什么污染? 贪甜吃三毒污染, 这个不得了。 这是根本, 环境才污染。 我们把三毒舍掉, 断掉, 恢复到清净心, 这个世界所有环境的污染, 都会自然就变好。 但是我们今天跟人家讲, 科学家不相信, 怎么说他都不能接受, 那就无可奈何, 共业所感, 没法子。 从前古时候读书人相信, 执政的帝王相信。 只要一有大自然的灾害, 他就有警觉心, 他就回头摘借沐浴, 回家去反省, 断恶修缮, 他做这个工作, 这个有道理。 现在一般人认为, 这个自然灾害与我们没有关系, 你说这糟糕不糟糕。 这是说佛教化三千大千世界, 不执着, 不着香, 佛所现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这种生香, 他也不着香, 也不在意,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 如来在果地上都不着香, 他才成佛, 菩萨因为不着香成为菩萨, 声闻, 原觉不着香, 所以他成辟之佛, 他正需妥还果。 由此可知, 住相是大病, 住相决定是凡夫, 住相连净土都不能往生, 你说怎么得了? 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曾报告过, 我们今天能在此的聚会, 这个缘分不是偶然的, 是无量劫的缘分。 金刚经, 上有, 无量寿经, 上也有, 在这一个时代, 末法时期, 听到大成经能够生欢喜心的, 都是在过去生中无量劫来, 曾经供养无量无数诸佛如来, 你有这样深厚的善根, 听到大成经声欢喜心。 既然我们过去生中曾经供养那么多诸佛如来, 修那么多的善根, 为什么还不能成就, 还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原因在哪里? 对世间五欲六成以为是真的, 贪着留恋不肯放下, 虽然累积无量劫的善根, 那个结果现在自己知道, 清楚。 这一生要不成就, 来生的环境大概比这一生还不如, 还要苦, 这是事实。 怎么知道还苦? 自己回家冷静去想想就晓得, 我们起心动念, 几个念头是觉悟的, 几个念头是迷惑颠倒的, 迷的念头比觉得念头多, 那就往下坠, 不会往上升。 这个事实非常可怕, 也非常严肃, 所以一定要放下。 佛菩萨表现给我们看的, 没有别的, 彻底放下而已。 八, 自己所修之法, 所为之事, 以及依报, 正报等等, 皆当奉此意以为观照。 自己所修之法, 这是讲你修行用功, 你用什么方法来修行。 所为之事, 这讲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生活的环境。 以及依报, 正报等等, 依报是我们生活环境, 正报是我们的身体。 皆当奉此意以为观照, 这个意思就是, 应摩锁住, 而身其心, 应摩锁住, 而行不失, 遵守这个意思, 这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 一切不住, 一切放下, 又能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 在为一切众生服务里面, 最重要的一桩事情, 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帮助一切众生回头, 那你就是菩萨。 你所做的榜样给它们看, 做什么? 不执着, 看得破, 放得下, 做给它看, 真做不是假做, 这就是, 而行不失。 心地清静一尘不染, 真做到无助。 对自己, 对别人, 对工作, 对一切万物, 都要遵守这个原则。 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就是无助身心, 比一般人所讲的, 社会所推崇的, 尊敬的牺牲奉献, 牺牲奉献是有助, 他还有我在牺牲, 无助, 我, 没有了, 谁牺牲。 没牺牲的, 无我, 比那个高的太多太多。 由此可知, 牺牲奉献是世间的善法,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无助身心不但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九, 因何虚断? 倘不如是观照, 断除我见, 便不能明心见性。 因何虚断, 为什么一定要断? 倘不如是观照, 断除我见, 便不能明心见性, 这是说为什么要断,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无助身心, 为的是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就是真正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 这就叫成佛。 佛教大觉, 绝了就不迷, 绝了才真正的大自在, 这个时候福会圆满。 我们是坚人求福, 求会, 求得的一点点, 吃福。 这是究竟圆满的福德, 究竟圆满的智慧, 我们为的是这个。 所以不用金刚经的方法, 不用这个原理原则, 破四项, 破四见, 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就达不到。 再看底下一段, 这个的细说。 知道这一句理问的三个意思, 下面的经文正式解释这三个意思。 六四, 别祥是会归性体是应离名字相持。 虚菩提, 佛说般若波罗密, 则非般若波罗密。 这一小段经文, 告诉我们, 应离名字相持。 它的总题目是, 是会归性体, 这才行, 会归性体要从离名字相下手。 一, 则非, 令离相, 所以会性也。 成佛由于修般若, 而不知时由修般若则非般若也。 使修般若而为离名字相, 则为四相聚足之凡夫也。 经里面有则非, 是名。 则非, 这个意思是叫我们要离相, 离相就见性, 就融会到自性里面去。 这相, 就跟自性相违背。 由此可知, 这相是违背自性, 离相是随顺自性。 随顺自性是佛菩萨, 违背自性是凡夫。 这个道理事实, 我们不能够不晓得。 成佛由于修般若, 成佛是要智慧, 智慧圆满了, 就现报身, 所以报身是智慧之身。 圆满报身从哪里来的? 圆满智慧所现的。 所以成佛是由于修般若。 而不知时由修般若则非般若, 这又深一层说。 他修的是什么般若? 般若则非般若。 那就是真的般若, 离了般若相, 离了相。 这相修般若, 实在讲与般若毫不相干, 般若智慧没有现前。 这个意思如果不搞清楚, 不搞明白, 我们虽然学佛, 会走错路, 会迷失方向。 为什么? 把般若经典当作般若, 那就坏了, 这了, 般若经, 得像。 佛要看到你这个学法, 摇头叹气, 喊冤枉。 古德常讲, 一文解义, 三世佛冤。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看到都喊冤枉, 佛不是这个意思, 你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 很冤枉。 马明菩萨一开头就叫给我们, 离言说, 离名字, 离心源, 这个景欧太好, 要离乡, 跟, 金刚经, 上讲的无助身心完全相应。 佛菩萨他们修行成就的, 是, 般若则非般若, 这才能成功。 使修般若而为离名字相, 则为四相巨族之凡夫, 他修什么般若? 四相巨族, 折了修般若相, 这就坏了, 那是凡夫, 不能成就。 但是诸位要晓得, 如果换在念佛法门里面, 这相形。 我念阿弥陀佛, 我这阿弥陀佛的乡, 这阿弥陀佛的名, 能不能成就? 能。 身凡圣同居土。 无量无边的法门, 只有这一个法门可以折乡, 其他的法门连小尘虚陀还着乡都不能证得。 这是我们在, 金刚般若, 里面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就清楚, 离香难。 我们业障身重凡夫, 真正不容易。 这香成功, 我们就真的有把握, 那就大可放心。 进宗法门是这香, 这香身凡圣同居土, 身方便有余土, 如果不着香, 生石爆装盐土, 生肠济光净土, 那个不一样, 品味就高了。 可是净土特别殊胜, 这香虽然生凡圣同居土, 乃至于下下品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本愿微神一加持, 一提拔, 就把我们变成阿维悦智菩萨, 不可思议。 阿维悦智是七的以上, 凡夫一提拔就拉到七的菩萨, 比坐直升机还快, 一下就拉上去, 所以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 你讲给一般菩萨听, 他摇头, 他不相信。 但是这是事实, 一切诸佛决定没有妄语, 所以净宗不可思议。 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 一定要牢牢抓住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辈子才有救, 才能出得了轮回, 出得了三界。 要不靠阿弥陀佛, 你照, 金刚经, 这个原理原则, 你去修, 看你有没有办法能够不着香。 稍稍有一点执着, 你就是四相聚足的凡夫。 四相聚足的凡夫, 换句话说, 你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换句话说, 你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多, 三善道的时间少。 三恶道是老家, 三善道是出来观光旅游, 逛一下就回去了, 这个要晓得。 从什么地方得到证明? 从念头。 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 是恶念多, 是善念多。 就知道。 恶念是自私自利, 善念是为别人着想, 为社会, 为大众着想, 一天有几个这个念头。 有多少念头都是为自私自利的, 决定堕落。 所以三恶道是老家, 常住的。 三善道是外面的观光旅游, 去逛一下, 回头又进去了。 你们都念过, 《地藏经》, 《地藏经》, 讲的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错。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我从经умизнес分不能忌冷了十多地了。 我从经被 média主 Carlos不 Chr sw一个还有在那里里ame的理由呢, 整个证明经访波测评同流量 línea kedew awhile ago, 有机会音乐塗过多这么多人也可以看到的还随机大量鑶的ам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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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